嗯 枪枪三人行 叶海林老师 哎呦小军老师啊 咱们这得说说利比亚了 这是全球热点 对 可是呢 关于利比亚的任何消息 我现在都不知道靠谱不靠谱 对 就谣言满天飞 对 你不说我现在听见说 小儿子出走了 对 情妇都跑回 乌克兰了 说这后来有人说 哎人家女儿出来申冤 对 说这个所谓情妇 是卡扎菲身边的一个护士 乌克兰的护士 对 38岁在乌克兰有老公有女儿 那女儿不干了 说谁说我妈是卡扎菲 情妇 反正就是现在 而且他小儿子什么用 最小的儿子 好像叫阿拉伯 名字挺大 对 还有别的有作用 那儿子叫塞伊夫 对 但是好像又出来说 我们全家一个都没走呢 对 全在利比亚 对 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他是这样 就是实际上 利比亚 我们看到利比亚 一般来说 我们看一个国家 就是说 概况 然后总量 结构 当前的政策 或者往后在 这一个国家 往后在预测未来 其实利比亚的 咱们就说结构这块 它有一百多个部族 而且整个的 就包括他51年的国王 成立这个联邦 就是联合王国 后来又变成王国 变成中央集权 原来是分治 那么包括他就是划省 利比亚特斗 就是成立王国的时候 三个自治省 后来60年代 63年 这王国说不行 得收回来 收回来 最后69年 九一革命 就是卡扎菲革命了之后 他把这点地方 17万平方公里 划了大概就天天划 你就看他那个 一会儿25个区 一会儿17个区 一会儿18个省 13个省 大概画了我记得当中 不止八次 就成天摆这个棋子 很简单 对 利比亚在咱们地图上看 是个大国 对 实际上是个小国 因为他的人很少 对 这个人少地 他就几百万人 几百万 说利比亚军队 对 说卡扎菲当年在非洲 在北非是什么王中之王 说的这个很 这个名号很悬 雄狮 但问题在于说 他的军队的最大规模 才4万多人 对 这在在非 就是以非洲的标准来说 他也是一支小规模的军队 就这个国家的名望 大于他的实力 这是一个要看利比亚的时候 非常 我们要非常清楚地建立的一个概念 而且 你一百多个部族 为什么 就是每一个部族的人都很少 在全国撒胡椒帽似的 撒在这个 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么一大片的 这个交通又很不发达的 一个沙漠国家上 你会产生一个问题 你的管理成本非常高 对 而且没有办法 你说管理 我现在都弄不清 他们这么一国家是怎么管理 因为我老听什么部落 部族 那他是怎么回事 还有人说是卡扎菲这个部族的 掌管着国家 他是苏尔特的一个部族 他是一个苏尔特部族 当然他中间做了什么人民元会 他做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设计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一个国家的凝聚力 你看埃及 比如说 或者咱们中国 他是历史上不断打 打完了 他这个凝聚力就越来越强 比如说 你像秦始皇统一完了之后 才会有一个统一的反对派 包括埃及也是这样 他否则一任一任的法老 他跟其他国家打仗 打完了 他形成了一个 这样的话 反对派一定是集中的 所以说埃及 比如说一乱 谁谁谁都能点出名来 把他底下 那么 这个利比亚 你不知道 没有一个统一的反对派 所以情况就乱 只是说 这冒出来一个 这冒出来一个 他因为太散 他原来就没整合过 我前面说了 他光他切这个块 都切了热干面 就这么摆 这么摆 合适这么摆 就卡扎菲 我看 69年 91革命完了 就说他整理 这100多个部族 这个区怎么化 他就忙活这事 我估计 他这个部落 你看咱有说 像阿富汗那边 也在说什么部族 部族 他是一个什么 就平常没事的 同一个姓 各部族 自个管自个 自己管自己 就是名义上 有一个统一的 这个事情就很明显 利比亚在2003年以前 他什么制度都无所谓 因为大家都怕卡扎菲 卡扎菲敢挑美国 那么在国内 又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他又在非洲 应该说在北非 这个地方 他是有很强的渗透能力的 那么他把自己的 这个国家 很大程度上 抬高到了 他的实力达不到的 这个高度 那么用这种方式 他国内是没有办法 形成反对派的 那么他毕竟 他有一支军队 特别是他的军队的内部 没有人敢去挑战他 就是你是一个英雄 你也是一个统帅 这种情况下 你的统治 尽管可能很不现代 但它是基本稳定的 问题是 这样的统治方式 有一个缺点 致命的缺点 不能让人产生 一丝怀疑之心 03年以后 你降了美国了 你被美国人吓住了 那你都能被美国吓住 可见你不是个什么勇敢的人 那你不是个勇敢的人 为什么我还要听你的 这就是一个逻辑 就剩下造型勇敢 那这样的一个后果 行为艺术家 你的后果就产生 就是说你所有今天 我们说他乌克兰情妇 什么美女护士 所有这些丑闻 如果是2003年以前 这些都不是丑闻 这就是领导人的意识 利比亚人自己都说 那没关系 我们领导人就这样 那你管不着 他会很自豪的说 这个事情 他他的个人问题 他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上 极大的合法性不足的问题 可是你 我不怕你了 那就是说你原来长的 抬头纹 是你睿智 现在在我看来就是你衰老 没错 你看那个照片 你看美国时代周刊的照片 我发现这个新闻人选择一照片了 你瞧 美国时代周刊这个 对 这就是一个 他们的对卡扎飞现状的一个解读 对吧 好家伙 这人长得实际上是狮子 这是他著名的 女保镖 听说还是处女 卫队 号称 这女保镖 卡扎飞的 都是受过特准训练的 对 你看还访问意大利贝勒斯科尼乐了 对对 看见他这女保镖啊 贝勒斯科尼拔不动腿啊 后边戴那大杆帽那个是是卡扎飞 对 你再看下边 哎 这就是封闻的 他其实是他身边的护士 但是都说是以他的情妇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艺术照片 对 下边区别就大了 这是真人 对 哈哈 但是这人女儿说他不是 说我妈不是卡扎飞情妇 卡扎飞自称为是女性解放者 对 其实卡扎飞 行为艺术家 对 刚才咱们说了 就是其实 你可以看看这个利比亚的历史 第一 他的这个51年独立的时候 他并没经过打 他是看别人 这个旁边的阿尔及利亚或者埃及 然后他独立了 独立了这个国王 当时就来了石油就腐败啊 就然后就把基地租给外国人啊 等等等等 然后卡扎飞就革命 然后又是那种 刚才说的那种不足的形式 他是一个很不现代的国家 那么卡扎飞好像是特别急 就是要用各这种东西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特别现代的东西 就是说面子活得做得很好 李子活他忙活 我不是说倒腾这个里边天天倒腾 忙不过来 就是忙不过来 所以说 我看他们说他国家就是这个步那个步 实际上都是为了跟外国打交道 他有这么一步 一会这部长一会那部长 他怎么管理呢 他这个各个方面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 因为我们说他的管理成本的问题 就是他的国土面积相对来说很大 对 那么又是沙漠 那么你的人口只是以小点的方式去散布在全国的 那你管理只能通过部组的头人去管 就是说在这个1万人当中 有一个人听我的 这个人是头 那我管住他就行了 他你只能在这种为主权的委托管理 就是滴滴玻璃只管这100个球长 球长去管自己手底下那每个部落的这个1万人2万人 你才能管理起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酋长的作用就非常重要 但酋长 所有的部落的酋长都会有一个问题 他的对你的服从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 绝不是建立在热爱的前提上的 他不可能爱你 他只会怕你 那么你如果一旦觉得 让他觉得你不怎么可怕了 那我在这个地方 我是王 因为整个这个步骤是听我的 只要我有这个把握说你弟弟玻璃不会派人来打我 我就一定不听你的 哎呦我明白了 这基本上是石器时代的 对这是中央和地 咱们就是个球长 这一小球长 一大的一层一层的 那你这个沙特过去那些 也是一样 都是阿红嘛 5万个阿红来管 他那个基层主子是靠清真寺 就是纯的这个 但是卡扎菲菲得玩现代 就是说还得这个部长 那部长 但是他的军官团和他整个社会的进步是没有这么快的 他的他的这个宗教状况是什么 像他这个这次能闹出来很明显的问题 就在东部的班加西 这是什叶派穆斯林 对 除了部族以外 再加上一个教派问题 所以这就回到了我们03年的这个所谓03年的分水岭 就是如果你03年挺住不闹事的话 那么今天的什叶派穆斯林会未必会闹事 我们想一件事情 实际上哪一个什叶派闹事的地方跟伊朗无关 伊朗是什叶派运动的大本营 如果伊朗不同意 这些什叶派的分离分子想闹出事来是非常难的 如果利比亚是一个坚定反美的国家 伊朗就不会让班加西的那些人闹事 因为闹得对他没好处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 扎德的雇佣军不是穆斯林 对 那是什么 他们是基督徒或者是非洲原始宗教的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卡达菲的这一套 到他不得不动用外国雇佣军的时候 他在穆斯林世界形象就一落千丈 本来想了美国你就不再是英雄了 然后你再用异教徒去打穆斯林的反抗者 那这个合法性就一点都没有 所以我们会注意到很好玩 很少有出现一个政治人物 同时被美国和伊斯兰会议组织谴责的 卡达菲现在就是其中一个 基地组织都谴责卡达菲 就是这种混成这样了 就应该说就是 如果你当时一直顶住了的话 你起码还是一个一部分人心目中的英雄 而你现在你当时在腰一软 那在所有的人看来 你都是一个可以被挑战的敌人 哪头都没落着 你都没落着好 轮为行为艺术家了 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像我在饭桌上听他们聊 就说卡达菲 就说什么都有 有人说现在都已经到什么程度 像你刚才讲的一个雇佣 对 雇佣君 你说这个他说有一种传说 说现在卡达菲就是给钱 对 只要是支持他的 来 一个人你只要带着仨人来 就给你汽车 给你手枪 对 让你为卡达菲 当然这个半 就是半岛电视台 这些消息是比较多的 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 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 现在有很多西方媒体 就是把它作为一个 就是中产阶级革命 其实你如果你看 它的总量结构 你可以看出来 其实它根本就形不成 一个中产阶级阶层 为什么 它的这个工业结构 它的工业化程度 远没有到那个程度 所以它是四处的 在那冒炮 一会儿说我要成立 然后这边说我不同意 然后西方表来就等着这个东西 它不像埃及埃及 比如说找那国防部长 我就找你谈 你管这国家 我交给你 它实际上就远远没到这个程度 那么没到这个程度 就四处冒炮的时候 你西方如果找不出一个跟我对的一个 就是反对派联盟的一个头 没有的话 西方也没法扶植 这个时候可能反而给卡扎菲 有很大的空间 因为我可以 就是开玩笑 我一个一个灭你 对吧 对吧 你而且他说你的基地组织是什么 这个他的讲话 就是卡扎菲是公开的讲话 是这么讲的 他为什么说基地组织 其实六十年代的时候 他有石油了以后吧 埃及这不是就七十年代 埃及不是就是到了 清除了这个穆斯林兄弟会 它是两个边境是挨着的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 有可能也过去了 再加上刚才海林说的 有一些什叶派 这里边的就底层的民众的 这种宗教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他们在里边形成什么 他就是所谓的重量阶级 有一点小私营企业 他原来是国有企业 马尼卡扎菲是搞社会主义革命 那么这个社会阶层行不成其后 它的世俗化程度远远比伊拉克低 伊拉克最后没能成 所以说呢 现在美国媒体说 搞不好要成为第二个伊拉克 把他盖之了 然后三块嘛 他是沿海 迪里波利 还有那个那个班加西 他是三块嘛 还有南部的那个沙漠地区 三块 就是原来帝国统治时代的三个省 但是说这个利比亚 这不是非洲富国吗 人均国民收入一万多美元 所以钱多钱少 这是你只是一个问题 那么图尼斯也不是穷国 对 图尼斯在本阿里政权的最后时期的时候呢 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在整个非洲是相当高的 不等于你这个问题就没事 关键是你的 你的自我循环的能力到底有没有 图尼斯的问题是图尼斯发展很快 但他完全是靠欧洲的游艇 我去过图尼斯 图尼斯外港上停满了德国游艇 德国人到这来就度假 度假的结果就是那源源不断的欧元就进了 所以图尼斯的大学生毕业以后 说我不会去 我不去研究所 我不去工厂 我到宾馆当服务员足够了 对他们来说 最主要的一门学问是 你要会讲英语 法语 意大利语 或者德语 他比你会懂工程要重要的多 但是一旦这个外来资金链断了以后 你国内是没有办法维持的 所以图尼斯马上就陷入两年根本就制不了的衰退 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恐怕北非或者中东 第一个会恢复秩序的还就是图尼斯 他的城市化的水平已经达到了 现代化程度高 现代化程度是高的 他能够以不流血的方式去更换政权 图尼斯的问题是换个人 换种生产方式 埃及的问题是 大家都不喜欢穆巴拉克 但是大家都明白 因为埃及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穆斯林兄弟会 那么也有一个军政集团要执行 一个所谓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政策 那么这两个之间的敌对的冲突 会在未来成为大的动荡的一个导火索 但是现在可以不用流血的方式 就是老百姓都可以先回家 我们进行积蓄力量 我们准备未来的决战 比如说双十协定以后的事 但问题是 利比亚这些国家闹得比图尼斯和埃及晚 它的后果一定比这些国家严重 第一个 所有的中东北非国家现在的领导人都知道 你的国内现在不稳定的 你肯定有办法 你肯定在想办法对付 然后你没对付得了 你只要出事了 你的权威就下降了 这种情况下就会有更多的人不怕你 然后他就来 就各种各样的目的 比如说巴林 就是穆斯林的 什叶派穆斯林 再开始向逊尼派挑战 它的问题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财富问题 那是另外一回事 包括野门 包括野门 就这两天半导电视台每一地儿都 你有时 就是你越有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你越有充分的准备时间 然后你还没能防止住的 你的问题就越大 但是他们说这个什么 甚至还有人预测 说可能会引起第几次石油危机 因为利比亚是石油输出的排名地 它的石油 它占世界石油出口也就是3% 它大概一天180万桶 但是它油确实非常棒 低流油 什么叫低流油 就是含流量比较低 低流油就是高质量的石油 而且都是欧洲人 主要是西班牙 英国在那经营BP公司 西班牙 这些 法国 什么意大利 意大利 他们这些 就是意大利是最紧张的 因为意大利它200公里 对 很近 那么欧洲的用油比较紧张 就是对他来说 当然我估计俄罗斯可能高兴了 俄罗斯 俄罗斯这回又掐着欧洲了 对吧 当然他们说我们现在要 因为这次动荡 但是他们说呀 不是 伊朗说了 我可以增加 因为伊朗被制裁 而且伊朗那个30万吨油轮停在海上 就没人要的这个油 说我可以给 但是西方现在还不敢接伊朗这个盘子 也许伊朗这不是核又闹腾这事 核军舰 再加上一个油轮 这个还你说啊 靠着石油看来就是 靠着石油有了钱 这个经济结构其实挺技巧 但是你想说他等于现在是 是不是卡扎飞他就是拿钱雇的 你包括这个雇佣军 我也觉得挺纳闷 你说给钱就不要命 那有啊 那像塞尔维亚的什么乌克兰 当然给钱是 他是可以给钱替你打仗 但是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不会给你真的去找一个 等量奇观的另外一支军队去打仗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卡扎飞的对面不是那些部族 而是一个反对党领导的一支邮局队 雇佣军一点用都没有 对 雇佣军战斗力 因为他拿钱干活的人首先要保命 对 这是毫无疑问的 雇佣军的那个装备都特别棒 对 非常非常棒 他是职业军队 对 人是工匠嘛 不能说我给你盖房子 把我自己砸死了 对吧 咱们职业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啊 就是中国人饭桌上聊卡扎飞 我发现有意思 有的人显然是水浒传的家族官 对对对 应该说是非常政治人道不正确的 对 但是他说啊 甭咱不管其他的 从某种人枭雄的意义上来讲 说也算条汉子 这个就是准备就感觉他就是准备了 要当劣势了 就是这样聊此一生 他他一辈子就是个嘴铲玩嘴 他是个高级演员 你看他建这个国啊 九一革命 其实他不像比如说埃及 这个纳塞尔人家是真打 对吧 二极量是真能把法国人打出去了 他一看人家打他学演员 他等于是做了一个镜像 做了一个其他国家的一个镜像 你现在啊 这个这个联合管理会不都是不准他家 就是进进不进进武器 这给他的提供舞台了 他和他的家人不让出国了 演了一辈子戏 那不让出国了 那不他不就是背水一战吗 只能是死磕了 但是这个事 他没干过 必须要站在他身边的 就跟他同一个部族的 你可以反过来想 如果现在这个天翻过去了 这个部族以后恐怕会是 利比亚的劣等公民了 对 那么这个部族一定要保证卡扎菲 至少就是这就是一个 像这种部族体制下有一个好处 就是至少还有一家人是支持你的 对 你像那个埃及的纳塞尔也好 萨迦特也好 人家打真跟以色列打过四次战争 对 他都是嘴上很 他没打过去 我对卡扎菲的印象是 他竟包庇那个恐怖分子 是吗 谁制造了恐怖事件 是吧 哪国家都不要 他有钱吗 到利比亚来 对对对 就是他有点像那个 就是特别典型的那种 就是现在应该说是个演员 嘴上的东西功夫要比真功夫大得多 后来86年这个西德拉湾或者苏尔特那个海湾跟美国人叫了一次板嘛 又划线不能进来什么的最后帮人家打还炸他的帐篷 炸他的帐篷 炸死他一个女儿 对对对 然后他转身他又上舞台了 他又表演 对对对他是个演员我觉得 但是你看还有人聊就是说说其实你说到底为什么他们反这个卡扎菲说主要就是时间太久了看都看烦了40多年41年是吧天天延而且谁都不知道他哪年生的对就是83年的时候以色列的那个游报晚报有一个有一个卡扎菲的一个东西当然现在出的卡扎菲传那个以色列考察说他是40年生的在苏尔特的一个小的一个部族里边当然他们家也是很穷 他的叔父是反抗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殖民者的他从那儿学了这个反抗的精神 然后从他的这个小学的老师里边苏尔特小学老师里学了伊斯兰的这个整个的因为那些那个其实就是爱迪兄弟会那个那种思想就是伊斯兰从这个几个世纪从辉煌到被西方人怎么十字军打成那么惨 所以变成了他最后当了上校他玩政变了 对吧 对他为什么最大的军衔是上校的 你四万人的军队你还需要一个元帅吗 那也太夸张了吧 他本来就不需要 他还挺务实是吧 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务实其实折射出一个困境 他的军队不能打仗 对 四万人的军队如果真的跟别人打了一仗 而且战而胜之的话 那个军队的统帅怎么办 你是把他堵死 你还是封他为国防部长 这是卡扎菲的 你的表演艺术下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能玩真的 一旦玩真的就会玩出一批真的有战功 有战斗力 有决心的军官 那这批军官就不见得跟卡扎菲还是一条心的 穆巴拉克为什么不担心这个问题 他自己就是个军官 他是空军飞行员 而且还战争英雄 他是真打过仗的 他的合法性来自于他当年打过以色列 他为什么后来垮掉了 因为他跟以色列和解 他的这个合法性没了 那么穆斯林军队会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合法性 说你埃及的宪政权是个以色列的妥协政权 你出卖了阿拉伯人 卡扎菲的问题还不如穆巴拉克的 你连仗都没打过 你完全是靠耍嘴皮子 那你如果真的要跟别人交一下手的话 那个为你立下功劳的 如果打输了 颜面扫地 政权肯定就垮了 如果打赢了 那个战功捉住的将领 你怎么安排他 所以他就回到了一个南宋困境 就是北宋 南北宋的问题就是 一兵是越养越多 仗就根本不能打 但是你说像他 你刚才讲他这种部族社会 那么将来是不是又都得靠打出来 又一个酋长打出来 有可能 而且他是 他怪就怪在哪 比如说北部靠近地中海这一带绿洲 他是个意大利的 就是有意大利风情 他是旺南的沙漠 沙拉沙漠 完全是不足 就是他太怪了 他有个现代的 相当于你有个现代的酒吧一条街 旁边就是玉米丽 对吧 照你们这么说 这家是演的 也未必是最后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